这两支球队在整个的一个人配置上啊 还是比较相似的 国产的一个内线五号位 外加上外援上面两个大外都是四号位的队员 这次又是刮完掩护的一次外线的三分九 看上之后这边往上的命中率还是比较高啊 两头两重 这次又是刮完掩护的三分九